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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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NG PA 我們在星級試吃完了, 你們嘗嘗 我們嘗嘗Cherry做的金菇肥牛卷 先嘗嘗 German, 你覺得這道菜怎麼樣? 因為它有金菇, 挺爽脆 而且我很喜歡吃蒜頭的味道 剛才看著它切的時候 我已經流口水了 凸凸凸 對… Cherry做的, 由它擺盤開始 我已經覺得非常對我胃口 吃牛糊, 有點油膩 金菇有水分, 我也挺喜歡 牛肉搭下去很有味道 加上金菇又爽脆 因為有蒜在面上特別香 是 所以真的不錯 好, 我們嘗嘗另一道味, 是嗎? 好, 一個厲害了 東南亞粉絲牛仔骨 是 粉絲, 你喜歡吃嗎? 是 你給我們一些粉絲, 行不行嗎? 我問嘉營, 阿坤 粉絲很入味, 有點辣 挺適合味道 但牛肉有點硬 有一點, 要用粉絲, 我覺得配得很好 我喜歡菠蘿 有點像沙爹的感覺 我覺得挺有趣的 不過牛肉真的有點硬 到我們的評審三姐 對, 是 粉絲牛, 其實配搭得很好 菠蘿提鮮了味道 他懂得把粉絲用冷水浸泡 令整個粉絲滑爽 但又有一個缺點是什麼呢? 因為是牛仔骨 但我看不到有骨 其實牛仔骨的筋 其實很多人喜歡吃 放進去, 我又吃肉 又吃骨, 隨你喜歡 總括來說, 味道是做得不錯的 金菇肥牛卷 它捲的金菇手勢很純熟 炸的蒜片是剛剛欺負的好處 不會太乾, 又不會不夠脆 用油煎肥牛卷就更加香 還有一點點, 要稱讚它 金菇切短了很多 對 不容易黏牙 擺盤也是不錯的 所以這個回合… 勝出的是哪個回合 日後的小廚神, 也要靠妹妹 恭喜Cherry, 恭喜… 大家聊天也不用開心 這裡只是第一個回合 我們還有第二個回合 對, 所以下一節回來 還有自選拿手家常菜 看看大家會煮什麼給我們吃 很奇怪 是呀